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三维钢体运动力学 角动量部分的介绍 那先前呢我们已经推导了角动量的方程式 那倘若呢我们的参考坐标点A呢 并非停留在我们的固定点或者是执行上 它是一个任意A点的话 那我们就会利用这样的图示 还有我们左边所列的方程式来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呢我们的总体的角动量 就会是RAWADM对这个DM积分 Cross VA加上RAW A Cross Omega Cross Rho A 乘上DM的积分 那这样的方程式呢 其实可以我们简化成下列的式子 我们第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RAW GA以A为观点 看这个A到G的位置向量 叫RAW GA YG MVG 等于说呢我们要知道执行的这个速度VG 然后我们得到了执行的充量MVG 那后面的向次呢 我们剩下得到的是以执行为观点的总体角动量 所以A的角动量呢 其实就是一个MVG充量对A的一个力举 所以呢为什么有着RAW GA Cross MVG这个向 再加上后面的向呢 就是在执行G的地方角动量的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A的角动量其实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呢 就是由刚刚所叙述的两个计算来求得 那既然它是一个三维空间中的向量 那其实我们也试着想要了解 这个三维向量 它的三个分量呢会是什么样的数学形式 那为了要熟悉这个三维向量 它在三个方向这个直角分量的一些数学形式呢 我们接下来呢会根据三个不同的状况 进行介绍 第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参考点是在固定点O 第二个状况则是参考点在执行G 第三个状况则是最一般的状况 参考点在任意点A 为了要了解角动量H 它的三个坐标系下的分量 那我们呢先来进行下列方程式的这个说明 其中呢我们来看Raw cross Omega cross Raw dm的这个积分呢 这个项呢在我们以直行为观察点的角动量分析当中 都有这样子的数学方程式 我们来看这样的数学方程式所产生的三维角动量向量 它的三个分量数学形式是什么 其中呢我们就将Raw这个位置向量呢定义为一个xyz的向量 而Omega这个角速度的向量呢 我们则定义为Omega x Omega y以及Omega z的向量 那我们将这些向量呢带入这个积分方程式 试着将其求解出它的这个分解后三个分项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H 它的三个分量 Hx、Hy、Hz 分别是以什么样的数学形式在呈现 那将其外积展开 然后并将各个xyz的向结合之后 我们会得到这样子看起来有点复杂的数学形式 其中呢三个中括号分别就是我们的角动量 x方向、y方向以及z方向的分量 那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就有一些积分 像是第一项积分y平方加z平方dm的式 那第二项呢则会有积分xydm的形式 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是有着积分然后半径平方dm的这种形式呢 它是一个惯性矩的计算 而如果是一个积分然后有着xy不同方向的这个距离的一个成绩 它其实也是距离平方dm的一个积分 它也是一个惯性矩的计算 那其中呢积分xydm我们称之为ixy 那像是积分xzdm我们称之为ixz 依此类推 而针对我们的积分y平方加z平方dm的部分呢 我们就称之为ixx 那根据这样的定义形式呢 我们的惯性矩的每一个项呢 我们可以简化成它的这个数学符号的形式 我们的hx就会等于ixxωx减掉ixyωy减掉ixzωz 那以下y方向以及z方向的分向依此类推 那倘若呢我们的坐标系呢 这个物体的xyz轴呢就在这个物体的惯性主轴上 那根据我们对于惯性矩 以及这个惯性矩的一些基本知识呢 的了解我们就知道 其中的ixy iyz izx则为0 那我们的ixx就是我们的主惯性矩ix iyy为iyy izz为iz 因此呢我们的搅动量的三个分量 则简化为相当干净的一个数学形式 也就是hx它是ix乘上ωx hy是iy乘上ωy hz是iz乘上ωz 所以呢我们未来呢在进行搅动量的分析 倘若我们将我们的坐标系放在我们的惯性主轴上 我们的搅动量的分析呢就会相当的简单 那利用了上述所介绍的一些充量还有动量的一些分析呢 那再结合我们过去的知识 我们就可以利用下列的两条 我们在充量动量还有一些搅动量的方程式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平衡的一些方程式呢 我们就可以对钢体进行这个速度 还有角速度甚至力时间等等物理量的一些计算 那各位同学是否已经掌握了呢 那在这个三维问题当中 我们的这些向量式呢因为已经分解为这个不同的分量 那我们将会有六个存量方程式 这些存量方程式呢就相当于有助于 帮我们求解我们的一些未知数 以上就是我们在三维钢体运动学当中 对于搅动量部分的介绍 其中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动量 搅动量的方程式呢列出六条 这个三个自由度上六条 动量与搅动量的方程式 利用这样的等式关系呢 未来我们就可以进行 钢体在空间中运动的一些未知数 各位同学要好好的练习 未来才可以掌握这个部分的介绍 好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